如果你在野外遇到他 千万不要被他呆浓的外表迷惑 假如不慎被他袭击 那你就倒霉了 他释放的无敌臭咽 生化武器 会让你泪流不止 甚至陷入失明 剧烈的臭味还会陪伴你一个月 让你所到之处方圆八百米都起臭无比 所以当你看到他扎起尾巴盯着你 两只前脚来回过地的时候 就意味着他已经生气了 此时你最好保持安静 远离他的领地 如果他向你冲来做出身懒腰的动作时 就说明他要向你释放臭叶了 此时千万不要想着逃跑 因为臭幼可以轻松控制自己钢骨的肌肉 能朝任意方向把臭叶喷出五米开外 所以你最好撑开外套 像雨伞一样挡在前面 臭幼每两次喷射的间隔至少需要十天 所以等他释放一波你就安全了 但如果不幸被他的臭叶喷到皮肤上 也千万不要用清水冲洗 因为臭叶中的臭味物质 缩散流唇之会和水发生水碱反应 释放出更臭的流唇 所以你准备会比较臭 然后擦在他喷射的位置 这样才能减轻皮肤上的臭味